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将提出建议 对屡次违反其要求 不在飞机上或者在机场戴口罩的乘客和个人 处以最高1,500美元的罚款 TSA将建议的罚款范围是 从第一次违反规定罚款250美元 到多次违反规定罚款的最高1,500美元 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其网站上说 基于实质性的加重或者减轻因素 TSA可能会在寻求这些范围以外的制裁金额 此举是在总统拜登于1月21日 签署行政命令后执行 拜登的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当局实施规定 在公共交通系统上强制使用口罩 该命令至少在5月11日之前有效 随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下令 旅客在交通书楼以及火车 公共汽车和飞机上时必须戴口罩 TSA还说 所有通勤者和乘坐飞机的旅客 包括考虑进行国际旅行的人员 应先查看CDC的网站 香港大紀元已经开设后备频道 请点击旁边香港大紀元频道和订阅 请支持我们传递真实新闻